而在澎湖外海今天上午10点半 则是发生一起失联惊魂 有4名的国家海洋研究院人员 到了台湾浅堆附近执行海下作业 但却迟迟没有浮出海面 海军署接国通报立刻派出高雄舰前往搜救 首先在下午4点半左右 有大陆渔船发现了4个人 顺利把他们救起 送医之后都没有大碍 但是因为他们和陆籍渔船人员有过接触 卫生局也通知4个人通通得要居家检疫14天 海巡人员驾驶着高雄舰来到澎湖七美西南方海域进行搜索 因为有4名国家海洋研究院工作人员 19号上午10点半到了台湾浅堆附近 执行海下作业 但4人下水后却迟迟没有浮出海面 照片里头就是一度找不到人的 4名国家海洋研究院工作人员 这次好快乐168游艇 一共载了一名助理两名厂商与一位教练 到澎湖外海执行下潜作业 不过4人才刚下水就失联 海巡署接获消息 立刻派遣高雄舰跟搜救艇前往救援 可能是海底的海流太急了 比较急把他们给 从的距离比较远 所以离他们下水的地点 有一段距离 因为潜水人员都是有证照 而且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潜水人员 他们都知道怎么样用止救 而且他们带着设备 他们都有那个GPS的发泡设备 跟服在水面上的那个设备 索性5个小时之后 就有中国急渔船发现4人 把他们通通救起来 平安交给台湾急渔船 虽然送医后都没有大碍 但是因为和陆籍船员有了接触 4人现在都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 海巡署也将进一步了解 意外发生原因 记得澎湖综合报道